有赖与手持长枪短套的爬墙党们,每日在船厂的日夜蹲守,最近新国产航母又冒出一缕黑烟的的照片,再次引起了军迷圈子的一阵热议,欢呼雀跃着自然有之,他们高兴的是,一方面证实了新航母正在进行动力试车的消息绝非妄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航母正是海市的日子也将为期不远, 可正如每一次中国取得重大进步时总有人吐吐酸水说说怪话,这次果然又有一大群喷子,对准咱们的新航母那缕黑烟猛烈开火了,当然,对于不屑于跟喷子去讲道理的小冰冰来说,咱们还是愿意心平气和地去看暴黑烟这件事的,再说了,航母刚启动暴点狠黑烟真就那么了不起的吗? 我拿一套战术女装做担保,不管是从过去还是现在来看,国产新航母的动力系统都是值得信赖的,嗯? 那咱就从头讲讲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贝,这句话要是放在日渐凋零的基辅级身上是在合适不过了,正当国人为辗转来到中国的两条基辅级航母无法用于军事用途而扼腕叛息的时候,却忽略了他们身上的很多无法销毁的财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他们的动力装置。 在苏联航母的发展历程中,基辅级不管怎么说都是绕不开的一型重要战线,其采用的四台7B12蒸气轮机配八台KBG4增压锅炉的动力布局,不仅赋予了当时基辅级卓越不凡的动力和机动性,同时也被之后的库兹涅佐夫及航母所沿用。 尽管来中国前就以葬尸动力,内部管线也被大量拆除,但对于首次接触到航母动力布局的中国来说,仍然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份大礼。 然而,仅靠残缺不全的基辅级获得纳点资料显然是不够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真正帮助中国认识航母动力的,其实是一型驱逐舰。 在当时的不少军民眼里,比起俄罗斯引进的四艘现代机驱逐渐强大的反舰能力,舰上看似落后的蒸气动力曾是最被人诟病的地方。 但如果把引进现代机放在中国航母发展历程来看,那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一看现代机的动力配置就能明白,当时俄国人实际上,是给7000多吨的现代机装的是半套航母的标准动力。 不仅与基辅级航母用的是同型的KBG4锅炉,就连GTZ-A4型蒸汽轮机也是一脉相承。 自打2000年第一艘交付中国海军以来,四艘现代机在俄海军的悉心维护下一直保持住良好的服役状态。 而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完全掌握了现代机驱逐舰的操作和维护技能,尤其是摸透了这套俄式动力系统的脾气病性。 相比而言,留在俄海军的几条系出同盟的现代机,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被弃制了十几年瓦良格号,一到中国就很快被整修并改建一新。 在后来的服役中动力系统也从未撂角子,撂四生主三生在轻生。 对此吗?老瓦的姊妹见库兹涅佐夫号表示很惭愧。 老瓦来中国时,虽早已拆成船壳,甚至内部被炸药爆破过,但动力部分却意外地被保留下来。 这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份意外之喜。 但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老瓦其实也是在库兹涅佐夫号基础上,改进并优化后的产物,动力方面虽无大的变化,但在锅炉与管线布置上却比库兼更简单,也更科学,这简直是苏联造船工业最后的良心呢。 而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当然,瓦良格后能华力变身为今天的辽宁舰,自然有我国强大工业体系的再造之工。 但倘若当时乌克兰人破坏得再认真一点,恐怕老瓦就没有涅潭重生的可能了。 小冰冰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国产新航母会像鹰法的航母那样,匆忙扇马新技术,结果得了一身的毛病,也不会像苦命的库兹涅佐夫那样,落下浓烟滚滚的不好鸣声,跟他们冒得黑烟比起来。 咱们的这点音真的犯不上大惊小怪,那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大伙不必做起人之忧,都洗洗睡吧。 还是那句话,谁家的航母是骡子是马,等海事的时候拉出来溜溜就什么都明白了,哪怕是我们的国产航母海事结果惊掉他们下巴,也还是会有人叽叽歪歪的,钓鱼岛与日本船只。 众所周知,中日关系曾因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2012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国有化,2013年安倍参败晋国神社而冷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刚刚完成7年来首次访华,中日关系得以改善。 然而,在此背景下,日方在背后搞动作,渲染中国威胁论,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采取了一系列足以颠覆两国关系改善潮流的现招。 时中日关系再度面临考验,日美两国政府根据2015年修订的日美制定合作指针,正推进未定自卫队与美军的首个联合对华作战计划,以便两国武装部队联合应对钓鱼岛有事的情形,双方目标是明年3月完成计划制定工作。 多位日本政府有关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日美加快军事一体化的动向更加明显,日本海上自卫队,今年日本通过的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突出海洋安保,日本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修订指导未来国防开支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应对不同于以往的外部环境,尤其提到了逐渐成为威胁的中国。 此前,日美经常举行夺岛联合军演,最近共同搜寻潜艇的日美联合演习也旨在加强日美合作,制衡中国。 日本政府海里加速开发作为防卫装备的大型无人潜水器,目的在于瞄准中国活跃的海洋活动,通过活用无人潜水器在日本附近海域维持和确保主导权, 对日本政府而言,应对中国通过持有航母等加强远洋活动能力,并驻演南海及太平洋海洋活动的动向,是安全保障方面的重要课题。 为了在中国潜艇等使向太平洋时的通道南西诸岛附近海域构建持续性的警戒监视体制,如果活用无人潜水器日本就能保持优势,有望形成直至未来的有效威慑力,日美经常举行夺岛联合军演。 中日关系好转的内部动力不足,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因应是主因,主张美国第一主义,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促使中日靠拢,中国与美国的摩擦不仅限于贸易,在军事等多个领域日趋激烈。 中方旨在通过与日本改善关系撬开日美同盟,避免日美合作应付中国的事态,美国在贸易领域对日本也加强施压,美国这一外部因素,成为中日走近的最大推动力,也由此形成中日关系改善是一时权宜之际的消极认知。 安倍访华,向海内外展现了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经贸文化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欢迎安倍提出化竞争为协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和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理念。 但未提及日中关系新三原则,安全领域的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潜藏住关系可能再次恶化的脆弱一面,成为两国关系持续改善的政治地雷。 中日关系刚有转机,两国之间的隐忧就浮出水面,钓鱼岛问题首当其冲,会对两国整体关系产生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危及两国经贸合作的良好氛围,重挫双方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战略互信。 中日关系,日本对华又拉又打,反映了其对华既想以重又要遏制的复杂心态,中国持续崛起,使得日本逐渐落后于中国。 日本开始正是中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无法继续容忍中日关系正经双冷的残酷局面,试图通过首相反华予以跨解。 但另一方面,又在钓鱼岛问题上寸步补障,有时甚至多多逼人,拉美恶化动作不断。 对此,中方反复派公务船驶入钓鱼岛周边海域,也没有同意重启围绕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相关2008年协议的谈判。 日本需要反思和吸取之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前车之鉴,不以恶小而为之,不要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蠢动。 计划本已平静的钓鱼岛争端,若钓鱼岛问题再次演化成危机,中国领导层也有可能转变为对日强引姿态。 目前中日双方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事实上的共同管理,共同践行中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启动海空联络机制,应当成为两国之间的战略默契。 只有这样,回到正轨的中日关系才不至于再迈向企图,责任编辑。 王欣 日本需要反思和吸取之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前车之鉴,不以恶小而为之,不要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蠢动。 计划本已平静的钓鱼岛争端。 若钓鱼岛问题再次演化成危机,中国领导层也有可能转变为对日强引姿态。 目前中日双方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事实上的共同管理,共同践行中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启动海空联络机制,应当成为两国之间的战略默契。 只有这样,回到正轨的中日关系才不至于再迈向企图。